朋友们好 我是赵鹏飞 今天是8月28号 我在福远镇待了三天 今天就准备往南 那边那个极东广场我就不去了 因为我导航了一下 到了极东广场之后还要返回这个福远镇 来回的话有六十公里 去那边的话就是去打个卡 搞个像啥的 没啥意思 所以我就不去了 现在就准备往南 饶河镇 这个地方是黑龙江的前峰农场 然后 这片种植地是属于北大黄集团的 一看见我来就跑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个要浑浊啊 然后这里有一个房车录音机 摩托车第一天收的是15 第二天以后就是10块了 今天就搭在这儿 今天我去南山那边看了一下 那地方太小了 不适合扎营 本来江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房车录音机 但是水淹啊 两边堵住了进不去 所以说只有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充电 旁边建的还有一个水池子 其实挺好的 这还有一个工作台 可以在这上面做饭 我这个包还挺大的 今天的晚餐就是两个肉包子 这个是炒的黄瓜 那是花是米 喝一杯 昨天晚上下暴雨 到现在还没停 这边全是水 水被也打湿了 大家好我是赵蓬菲 今天是9月1号了 嗯 我在这个 饶河 最近在这 今天是第4天了 明天准备离开了啊 这几天 饶河这边一直在下雨 很遭罪啊 米 吃完了 明天要去买米 买油 买菜 然后 就可以出发了 然后 就可以出发了 然后就是 酒也没有了 看他们 就这么点了 明天去打一壶吧 今天晚上就这样 现在东西基本上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的血都没干怎么办呢 做人家怎么办呢 有些人到过去了 就打得了 好 好 那 那 本ENT 写了吧 好 我 哇 可惜啊 这是风吹的还是发大嘴 有很多啊 这黑色是什么的 对不对手的 刚刚听本地的一个小哥说 这里以前只是一条河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是个什么样子 像这样啊 这哪是河啊 把冰状 这样哦 今年东北这个受灾还是比较严重的 一样的很多地方 这里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地 虎头镇